声声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h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 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 我是小鱼 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上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因为是睡目的最后一次台长信箱节目 可能也是今年有两个手指 两张手可以数得过来的 手指头数得过来的台长信箱节目之一 因为是睡目嘛 所以我很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所经历的2023年 那我是很想通过搜寻我们电台的各个平台 包括我们网站啊 社交媒体啊 然后还有公众号啊 还有手机App等等 来进行通过数据来说明 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的原因啊 所以我就紧紧从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说起 那2023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 也做了一些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几件事情啊 一个是我们跟州政府的多个部门 包括商业部还有商务部 还有那个收入管理部 或者说是那个税务部 还有卫生部都有合作 那么合作呢 都是一些项目 就是为社区服务的项目为主 所以在卫生部呢 我们通过为我们社区提供及时的疫苗 还有疫情相关的信息 然后呢为社区 特别是老龄社区发放那个测试 测试的试剂 然后呢也在多个康底啊 举行那个应急知识讲座 那么应急知识讲座呢 除了在图书馆举行之外呢 我们还把文字整理出来 发表出来 然后呢也发表在我们的月刊上面 那么这就要提到我们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从2023年开始呢 新开启了一个印刷的媒体 就是西雅图华人月刊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已经办了八期啊 就是每个月一期 从五月份开始 那么月刊呢 作为一个印刷媒体 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反丧行为 因为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 特别是纸媒 印刷媒体都在纷纷的消亡 那么我们是捏其道而行 在很多媒体的消亡之际呢 我们有开办了这个 印刷媒体 西雅图华人月刊 那么这个月刊呢 还是有它的影响力 而且呢 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们有这个月刊 我们月刊的首期的封面人物是 大中华事业有限公司 总裁张斌先生 然后后来呢 我们又先后采访了 罗家辉 然后呢 也采访了我们西雅图的 房地产的大姐大 也是知名的房地产大亨 吴氏产业投资公司 董事长吴小燕女士 那我们在选举季呢 也支持我们华人参政议政 所以呢在月刊上呢也通过月刊 也通过我们的YouTube 还有中文电台的平台 采访了Belview市议员 梁浩婷 他也帮助他竞选连任成功 那么我们也采访了 纽加州市议员候选人 孙龙芬 也帮助他竞选成功 所以呢 在华人参政议政方面呢 我们也起达了我们应有的作用 那么 这也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年度的 第二件盛事 那么 就是月刊创办 并且呢跟其他平台 在相互互动协作 助力那个我们华人参政议政 那么 还有重大的事情呢 就是 我们 举办了多个重大的活动 包括 年初的春节晚会 那 西雅图中文电台举办的春节晚会呢 要叫西雅图华人春晚 这是我们 第十次举办 西雅图华人春晚 这一次呢 以节目多为 著称 因为总共 有了37个节目啊 就是 特别多 然后呢 也非常受欢迎 那么 那么今年的台庆是我们就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11周年台庆 那 今年台庆呢 我们是在 海景大酒楼举行的 那么 这次台庆呢 我们 总共去了35座人啊 所以是 近期的一个小高潮 或者说小 有这么多的嘉宾 有这么多的朋友 能够共襄胜举 这是非常难忘的 那么 这次我们台庆呢 也请了很多的 政府官员 然后还有很多的 当时选举的 候选人 就是包括 包括那个 多个城市的 那个 议员的候选人 还有 西雅图港务局的 那个专员的候选人 等等 那么这些呢 也都是 令人比较印象深刻 所以 这一次 台庆也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那么我们 这应该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第三大盛事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我们举办的 每一年都 自从2020年开始 已经第四个年头 举办 那个西雅图 中文电台 艺术中心 主持班的 招生跟培训 然后 现在呢 我们这个主持班呢 也取得了一定的 取得了一定的 就是进展 然后一定的成效 因为有很多的孩子 在这边学 学主持 然后呢 他们也 这个 不管是中文水平 表达能力 还有个人的 素质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呢 我们 我们这个主持班 也是值得一提的 那 再一个就是我们报答的 社区新闻啊 就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多个平台 就是除了新 新开启的那个 西雅图华人月刊之外 那么我们还有 微信公众号呢 今年也比较活跃 新增的粉丝 也是创纪录的 就是比过去任何一年 新增的粉丝都要多 那么 我们的 我们的YouTube呢 粉丝也是增加了不少 所以 今年的YouTube的粉丝 已经超过六千 我们的 手机 手机APP 就是去年 专门设计了之后 重新上线之后呢 也 也起带了很大的作用啊 所以 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 下车中文电台的平台 除了两个广播频段之外 就是 AM1 150 或者 HD FM HD channel 3 FM98.9 那这两个频段之外呢 我们还有网站 然后还有手机APP 还有Social Media 主要是Facebook 然后还有YouTube 等等啊 就是这些 就是都取得了 较好的进展 那么 这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媒体 矩阵的一些 一些的进展啊 那么 关于 社区的新闻呢 我们 我们这一年 报道的也比较多 报道的最多的 应该就是西加图 市长的活动 那我们基本上 每个月都会去 都有报道 西加图市长的 就是到现场去 报道西加图市长的活动 然后呢 我们年初也去报道了 州长的活动啊 那么今年呢 就是市长 还有当然西加图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就是包括一些 治安的 治安的事情啊 然后 我们报道的也特别的多 所以呢 像我们公众号上 比较 经常出现的词 就是突发 然后什么什么案件 然后 也 比较引人关注 因为 特别是 西加图 西加图地区就是 有一些 治安的 治安的社会 就是公共安全的问题 然后呢 比如说 亚裔的家庭 容易成为 受害者 弱势抢劫啊 等等 所以呢 就是这些都是非常的 受关注 然后就是 西加图的犯罪率啊 或者等等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 非常有突发性 然后呢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报道 所以呢 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这些主要是一些 主要是我们 作为一个媒体 然后起到了 应有的媒体 应有的功能啊 那么 另一方面呢 我们下转中文电台 过去这一年的团队的建设 就是 我们的主持人的人数 可以说是 国阅的主持人的人数 可以说是 基本上是翻了一翻 之前呢 我们 群里面可能有 七十个但是去除了 不活跃的呢 也可能就 五十个 左右 然后 经过团队建设之后呢 我们现在的 活跃的主持人 有接近一百个 所以呢 就是我们团队 更加 就是 更加壮大 那么作为一家 西雅图地区的 华人的媒体啊 就是我们 我们还是以 服务社区 为东西 东西方 架起桥梁 为我们 西雅图的 华人社区 跟美国主流社会 架起桥梁 为己任啊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 mission啊 那么 我们希望 明年能够 能够做得更好 就是 不管是从 经济效益啊 社会效益 都能够 能够取得 取得成功啊 那么 就是从 另一方面呢 我们下头 中文电台呢 就是 继续保持 跟 中国 保持接触啊 所以呢 这一点 我觉得 在这个中美关系 紧张的 这个 这个 时代 或者说 这一点是比较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 因为我们一方面是遵守美国的法律 而且呢 是 是一个 新闻自由的一个媒体 那么 另一方面呢 跟 跟中国 有接触呢 就是 很容易会被 就是 说 难听脸 叫母红 所以呢 我们过去 作为 西雅图中文电台 经常有一个 被人叫 笑话的地方 就是 一方面 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个平台 在中国是被 都是被封掉的 就是 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账号 不管是 特别是微博 账号 还有 蜻蜓跟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账号 都是 都是 关 关闭的状态 另一方面呢 在美国 因为我们 也报道 中国的事情 跟中国 有 有联系 也被一些人 好事者啊 就是 称为是 大外宣 所以是 好像是里外不是人的 这种状态啊 那么 这种 这个事情呢 就是非常 可以说是 比较令人遗憾 那么我们 今年呢 我们 我们还是在 在努力 就是 努力做好 可以说是 努力做好 平衡 那么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 坚守我们 媒体的 媒体人的 或者说 媒体本身的 那个 社会 责任感 或者说 就是 作为媒体人的 良心也好 就是 还是在 坚守 底线啊 那我们 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 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 疫情虽然已经过去 但你仍需要接种 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 2023-2024年度 COVID-19疫苗 一旦感染 可有助降低 长期COVID风险 如果你没有保险 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 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 请马上进行检测 以便在必要时 获得正确的治疗 详情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 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掌 现象节目 那么今天呢 借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2023 那么 我再回顾一下时事 因为我们那个 很多人也很关心时事 然后过去的一年呢 也是不平 就是不平静的一年 不平静的 其实主要就是 中国在往下走啊 就是因为 这是跟我们 跟我们华人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 中国 不管是经济啊 然后各个方面都在往下走 然后 好像在 有这个崩盘的一个 一个威胁啊 那么 我们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其实是 对 对这个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 就是国内 因为有人在 往相反的方向开车 对吧 所谓的倒车 或者说 那这个 我们很难 很难控制 然后 国内的事情 确实是 很难讲 因为 不仅是人口下降 然后经济负增长 房地产爆来 房地产爆来 然后各种 灾难事件 层出不穷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 就是 我们之前都没有想过 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 这是一方面 就是国内 在 在走下坡路 或者说 在 在往相反的方向走 或者说 开倒车 那 另一方面呢 其实美国啊 不管是经济啊 很多方面都是在 蓬勃的发展 然后 我们像 作为媒体的话 我们就是 日常报道的 很多都是 美国的选举啊 因为就是 美国能够 这么兴旺 它是跟 跟它的民族啊 或者说 核心价值 是分不开的 去 美国的这种 不种 人权呀 或者说 公民权利啊 或者 还是得到 很大的保障的 所以就是说 嗯 所以这个两方面啊 就是 人间悲剧啊 就是 在 在国内 是 还有腐败啊 或者一号 这种 嗯 是 层次不穷 但是 在美国这方面呢 有的时候 更像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 以前中国 所谓宣传的 那种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 呃 美国 他 社会福利啊 以后 甚至对这种 呃 流浪汉 对 对吸毒者呀 对各种 都是群体 都是 无为不至 然后 这种 就是 呃 有的时候就 有的时候可以 甚至说是 菩萨心肠 因为 呃 很多 不管是流浪汉 或者什么 就是 呃 你看到他的样子 呃 呃 所谓的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就是 不管是这种 大城市的 流浪街头的 呃 无家可归者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吸毒的 吸毒成瘾的 那么 在 这个 呃 现在 美国社会吸毒的人 这么多 而且每年 死于 毒品过量的人 有那么多 是 也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 呃 我相信就是 嗯 一方面可能 民主党 政府 很多 就是地方政府 是 比如说首长 州长啊 或者说 呃 议会 控制议会的 党派 是民主党的 这样的州 可能会严重一点 就是 呃 那个 呃 无家可归者的 线下吸毒的 线下可能会严重一点 那一方面就是 政府花了大量的钱 就是 比如说你 只是帮了几百个 只是帮了几百个 无家可归者 住进了房子 但是一年已经花掉了好几个亿 就 你就说算都 不知道怎么算 说你这个钱怎么会 几百个人就花掉几十个 几个亿 几十几个亿 那么 就是 另一方面也 助长了这种 就是现象 嗯 吸毒成瘾 然后吸毒成风 嗯 这样子的话 就是造成很多的 社会问题 但是呢 就是政府呢 实际上是 呃 并不惩罚 并不惩罚 而是想要 让他们生活更好 或者提供便利 或者什么为主 那当然这些人确实是 有人权 然后呢 这么注意是 帮助他们 能够渡过难关 但是很多 呃 共和党 呃 比如州长也好 议会控制 呃 呃 党派 是共和党的 这样的州 这样的情况 都是呃 程度要小很多 就是小很大的 一个数量级 所以呢 这是民主 呃 民主党 或者共和党 他的 嗯 就执政的理念不一样 一种 像民主党 他特别是 进步派的 他可能很多都是 呃 表面上看起来是 菩萨心潮啊 这什么人都要 帮他们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 呃 慈善过头 就是帮 犯罪分子 比帮那个受害者 还要更多一点 这样子的话 就会 呃 就是 呃 催生或者鼓励 或者说 呃 或者是放任 那些犯罪的 呃 呃 就是发生 所以这种事情 就比较 呃 比较可惜 我我只能说 我相信就是 嗯 美国现在这种 吸毒 成瘾啊 无教科规者 是流浪汉 呃 呃 问题飙升 这种 是 呃 是一 是 前几年的 呃 可以说是前几年的 这个政策的失误 我 我肯 呃 我可以 呃 虽然是我自己的 个人的观点 那我觉得 这是政策的失误 特别是这个 当初那的最凶的 那个叫 嗯 黑人命 也是 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那个 呃 抗议活动 呃 颇及全美国的 那么那个时候 从上大到下 不是从那个 呃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呃 还有 呃 那个 美国的国会议员 呃 民主党派的 为主 他们 要向这些 犯罪分子下跪 就是说 呃 黑人或者抗议的群众下跪 那这个我觉得是 呃 呃 那个时候开始有 真的是比较一个 呃 很糟糕的一个开头 可以说这是完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头 然后 呃 为什么那时候是糟糕的开头呢 因为 呃 他们做了这个姿态之后 就全美国 从上到下就是 呃 都有一种风起云涌的一个趋势 就是想要削减警察的经费 他本来是想要就是 减少这个 这个警察过度使用武力 但是最后呢 他就削减了警察经费之后呢 好像就把 这个呃 控制权 自然的控制权交给犯罪分子 这样子的话就是呃 造成的后果还是蛮严重的 就是呃 美国 从上到下这个犯罪力的飙升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犯罪力啊 还有那个吸毒啊 或者五角克贵这种现象都非常的严重 那呃 另一方面就是呃 美国的这个毒品啊 就是它是虽然是控制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美国 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边界 比较松的原因 呃 所以 就是墨西哥走私到美国的毒品 非常非常的毒 就是呃 特别是丰泰尼这种 就是说他能够 呃 查出来的 查出来的分分泰尼的数量 就是能够 足以毒死80%的美国人 已经一种数量 已经到这个程度 就是 当然就另一方面 这个呃 墨西哥制造那个分泰尼的 它的原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所以美国要 要那个 嗯 进毒啊 它是比较困难 因为 一方面 它是从墨西哥 呃 美目之间这个这么松的 好像是半开放的一个国界 呃 这个进来这些 毒品很容易 另一方面 这个原材料是来自中国的 那么 中国我们知道 1840年 嗯 进行了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 1860年代又有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 那么那个时候 呃 虽然说 呃 说那个中国 呃 老百姓被毒品毒害 所以 林泽西啊 什么 就是禁烟 然后打致 呃 导致英国就是侵略者 然后跟中国 呃 就这个鸦片的 这个 嗯 嗯 贸易进行了 呃 就是为 进行了战争 但是 那那是中国的历史的一种自己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 呃 另一种说法是 就是呃 英国这样的 传箭力炮 把那个中国一个隐瞒的国家给 打开了大门 然后呢 让他 呃 通了 那个 海关 然后呢 呃 把那个西方的贸易就进入到中国了 呃 让中国 呃 就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啊 那么 呃 呃 这个是 就是以前的鸦片战争 那么 呃 鸦片 在 呃 一巴 就是 十九世纪是吧 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是毒害了中国 呃 老百姓 那现在中国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就是毒品 或者鸦片 一样 鳄片 或者说 那个 这种芬太尼之类的 冰毒之类的 呃 大量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到墨西哥 然后呢 呃 进而成为毒品 毒害了美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新的鸦片战争啊 就是非常 呃 在美国的老百姓受到的毒害 也是非常可惜的 呃 这个其实又有个大的背景 就是 呃 中国跟美国已经是不在同一个阵营 所以呢 就是 呃 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已经停止了 所以既不改革也不开放 然后 呃 嗯 美国呢 就是 呃 跟西方一些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 但是中国在支持俄罗斯 所以中国呃 现在呃 有很多的 就是可以说是跟美国越走越远 呃 那接下去 那接下去其实都是看好 就是2024年可能 因为我刚刚 呃 出去在路上 呃 也听到我们那个少年说的主持人在讨论 预测明年2024年 还有同学说希望2024年能够世界和平 那我们2024年其实非常遗憾就是很难看到这个呃 也很难期待到我们嗯 同学们所说的世界和平 因为呃 不仅仅呃 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不会短时间里面就是有结果 就是呃 我们呃 呃 我们遗憾的知道就是乌克兰不能够短时间能够取胜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就是把乌克兰给打败 嗯 那么在西方国家包括欧盟 就欧洲国家还有呃 甚至有澳大利亚日本韩国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支持之下 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能够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的能够夺回失去的领土 呃 另一方面呢 就是哈以冲突啊 就是哈马斯跟那个以色列的冲突 那么我们一开始可能以为以色列既然呃 能够这么争夺或者说能够呃 进入加沙地带落落无人之境 然后整个加沙地带是弹丸之地能够呃 任何地方就是想哄就哄啊 那么可能他们以色列的铁梯不久就能够踏平整个加沙 那实际上呢 以色列现在也透出消息 他是战争不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啊 那么所以呢就是以哈冲突就是还是一个嗯热点 因为那个如果没有以哈冲突的话 可能对乌克兰来说可能还更少一点 因为嗯现在美国的很多经费或者说美国很多资助都已转移到了以色列那边去 所以但是美国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一下子同时支持两场战争啊 那么那实际上美国他是想支持更多的能够嗯可能想打响第三场战争 那么嗯也不叫打响就是他可能会卷入到第三场战争呢 就是台海战争 那现在台海之间呢就是呃 当然有人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那么他呃 呃 现在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点 然后呢 美国 那已经就是 已经那个嗯国会他有一个 就是 已经通过了一个 一个法案就是基本上是国防 嗯 嗯 国防的一个相关的法案他实际上就是国会可以出 呃 几百亿的 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经费能够 能够嗯 支持呃 就是不不仅支持乌克兰 呃 抵抗俄罗斯 也可以支持以色列抵抗 嗯 就是收拾哈马斯 然后呢 最主要的就是他把台湾做成那个嗯 嗯 重中之重啊 就是呃 太平洋的这边 这个嗯 就是如果一旦那个台海之间插枪走火的话 美国就会参与进来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2024年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不不啊 多时之秋吧 还是一个多时之秋 那么嗯 嗯 美国来说就是嗯 就是2023年他这个呃 美联储他加了十次息之后呢 就有很大的呼声 所以就是要降息 因为呃 长期长期加息的话就是摧毁了一些 或者说对一些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就是特别是房地产行业 那么就是也有很多的降息的压力啊 那么当然美联储的话 他的意思还是要把那个通货膨胀 呃 剩下到2%以内呢 现在10% 所以呢 他一下子可能没有办法直接马上降息 但是呢 华尔街对这个降息的预测呢 还是呃 偏偏向于就是降息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所以呃 在美国来说就是他经济一方面是在继续增长 另一方面如果降息的话 他可能会嗯对有一些的产业或者行业或者说居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就是呃 如果利率下降那么呃 是不是就房地产 还也就会松动啊 所以呢就是有些相关产业也会呃能够继续存活下来 因为在高企的利率之下有很多房地产呃 呃房业都是呃 经历很大的困难 因为不管是不管是开发工具也好 或者开发 老板也好都是就是嗯 融资的那个成本都是更高 所以呢 而且呢 如果开发之后没有下家去买的话 他就这个直接没办法流动 也会呃造成大的困难 所以 所以这方面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可能是还在还在继续的发展 这个跟中国呃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呃高科技行业 教评行业 还有房地产行业 还有等等的行业呃 呃网上游戏的行业等等 甚至打车滴滴打车什么都在都在走一下坡路 然后甚至是大幅度的跳水 嗯 就说几年前呢 六七年前吧 就是嗯 美国苹果公司的市值 中国两三家企业的市值加一加就超过那个苹果公司 市值 现在中国基本上在美国上市所有企业的市值加起来 都抵不过苹果公司一家公司的市值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中国公司的缩水啊 就是资产的大幅度的缩水 所以造成很大的 在中国方面是造成很大的困难 但是美国这边还是放心为爱 就是 然后这其实更主要的还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啊 然后呢 嗯 我相信就是如果 当然我们也看不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任何松动的这个可能性啊 但是就是在美国这方面 嗯 就是美国这方面就是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一旦就是如果中美之间因为台湾操前走火的话 对两边的经济是不是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就是像习近平今年访问那个美国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他把重点放在就是控制风险上面 所以呢 就是说颅鲁股这样的就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 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个危害或者说降低到最小 所以呢 所以呢 这种是一个控制风险的一个 呃 一个主要的议题啊 所以呢 这个是 呃 我觉得这是值得深思的 所以呢 嗯 这些方面呢 就是 呃 因为 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关心时事 然后呢 就是我们 我们也是 呃 每天 每天都在报道这样的 呃 就是新闻 所以呢 我一想跟 借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呢 呃 2024年呢 呃 用很多 用很多就是走线的 中国的 呃 中国人 呃 中国走线 就是 呃 就是可以说是偷渡到美国的人的 呃 盼望来说 就是到了美国好像就像是到了天堂 就是 呃 但实际上没有 没有那么容易 你到了美国就算走线或者偷渡到美国 但是 你还要面对日常的呃 一日三餐 还要采米油盐 对吧 然后你 你究竟住在哪里 你是坐在帐篷呢 还是呃 要不要去有一份工作呢 然后究竟究竟怎么弄 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 嗯 但是 总的来说 美国还是一个民族的灯塔 还是一个 呃 还是一个人间的 呃 人间的天堂吧 就是 呃 只要 只要你愿意用双手 努力 工作 靠自己的双手 养活自己 对吧 然后能够能够创造 呃 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 在美国还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 呃 还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呃 所以 呃 就简单的说 这些 然后 嗯 借这个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